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常量是怎么的 是不能变的 有的说常量和变量比 什么时候用常量 什么时候用变量 常量有什么作用 变量就比如说 你叫男朋友 你可以多换几个 想什么时候换 就什么时候换 你看着观众朋友 哪些好 对吧 你可以考虑考虑 而常量呢 就相当于 假如男朋友是变量 这三个对不对 那常量就相当于老公 一般都是终身的 对吧 老公是不变的 那对于空间来说 变量 怎么的呢 是用完 你可以随时释放 对不对 就是取消这个变量的声明 而常量呢 一般都是一旦声明 必须脚本结束之后 才能自作释放 人为的是不能释放 对 那它的穿透性是比较强的 比如说后边咱们讲 函数的时候 会涉及到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 会有这样的概念 那假如说我想在函数里边 用全局变量呢 我必须得包含进去才可以 而常量呢 我是不用包含 在函数里边直接就能用的 这是后边咱们会遇到的一些细节 所以说 如果你在一个项目里边 一个值 永远在程序里边 不用程序将这个值去改变 那这个时候呢 将它改成成量会更好一些 一是常量的使用范围 会比变量怎么办 穿这种比较强吗 刚才说了 含数点多光含就可以使用 对不对 另外呢 它释放 不是说像咱们变量一样 想释放就释放 对不对 必须交本节奏之后自动释放 对吧 所以它的安全性上也会比别的要高 所以能用常量那边 如果你就用常量的话 是别人不能篡改这个值的 对吧 那刚才咱把那个常量比喻成是老公 对吧 或者是老婆 都一样 对吧 但是呢 也有特殊情况 也有离婚的时候 对不对 那有的人说 二婚是不是又有第二个老公 也变化了 是有这样的情况吧 程序呢 常量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也就是一旦结婚了 不能离婚 对 就不能离婚 对吧 所以选男朋友要选好 看观众朋友 哪个合适 就抓紧这样 那常量后期假如说在程序里边就永远不能变吗 代码上是不能改变的 但是他说几乎还有离婚的时候 对不对 咱们用程序 比如说这个脚本运行是不能改变的 但是咱们后期会学文件处理 对吧 用文件处理的方式把这个读出来 把值给它硬给它改掉 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不是这个意义 听懂啊 常量就是不改变的 那么硬改变的只是一些程序的需要 对吧 但是呢不是毁了它的原则 那是不是这个交本运行 而是用别的交本运行机改它 它的运行的时候还是不变的 这点呢 别有一些目区 那咱们来看一下 在声明变量的时候 来我把这个 咱们还是记录一下笔记 咱们聊到泰子 点PAT 那这节课呢 咱就看一下 常量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声明 常量 刚刚说了常量 一旦 声明 这个常量的值 就 对吧 不会 被 改变 所以呢 声明常量的时候 一定要给初始值 如果声明的时候不给初始值 那么后 后边将永远 不能给这个常量 附上值 所以呢 咱们在声明常量的时候 一定就要给初值 对吧 那常量的声明方法 和变量一不一样呢 比如说 变量 这话 一个A变量 等于10 还记着 它是怎么存的吧 在内存里边 对 在内存里边 妹子刚才也想起来了 咱们前面介绍过 是在站内存里边存的 是不是这样的 里边 有一个 电量 A 里边存个10 对吧 这个叫做 刚才他说叫什么内存 对 站内存 是这样的 那记不记得前面我跟大家说过 内存 逻辑上是分四个地方的 四个地方存 对不对 那站呢 释放特别的灵活 对吧 想释放掉就可以释放掉 而 在内存里边还有一块 叫做 初始化静态段 常量呢 会存在另外一段里边 叫做初始化静态段 表记一下 初始化 静态段 在这段内存里边 存的数据 基本上都是 释放不灵活的 脚本 第一次声明 唯一只能里边 比如说 声明一个 咱们后边会涉及到一些静态的东西 但静态咱们没讲到 那咱就说谈谈吧 一旦在这里边声明了 那内存里边 这个变 这个值就只能有一份 听到吧 比如说声明一个常量名 叫做哈喽的 那么就只能有一份 然后在这脚本里边一直共用 直到脚本结束之后 才会自动被释放来了 对吧 那这点区域里边是共用的区域 所以呢 常量不是在这个地方存的 听到吧 那咱怎么声明常量呢 变量这么声明 对不对 常量声明的时候 不是用刀了符画一个变量 常量是使用函数声明的 第一个 常量是使用什么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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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犯的这个声明的 这个函数有多个参数 咱们先考虑两个参数 咱们先声明一下看一下 验证一下这个常量 第一 FN一半 看到了吗 然后 用字无串 在第一个参数里边 声明一个常量名 比如说 叫做 叫做 root 后边这块是写常量的值 比如说这块 随便一个 lock host 看到了吗 这就声明了 相当于 变量名是root 值是 lock host 这感觉一样 但这是变量名 对不对 这是常量名 这是变量值 这是常量值 汤俩不同 值出在哪呢 这个root 我后期可以随便 给它什么 改值 对吧 值是不是就变化了 而常量 这个root 你用什么方法 都不能把它值给发生来变 只能去使用 比如说 it到了 root 看到了吗 只能回去值 我就不给你 是用各种方法去改值了 因为根本都改不了 常量的值是固定的 好 我们来验证一下 test 第二 p 然后如果我声明的这块是 数字 比如说 10 能不能让它参与计算呢 像变量一样能够用呢 加10 我们看一下结果多少 可以 对 常量和变量 除了不能复值之外 和变量相比 其他的就像变量一样用 在读取的时候 也可以参与到表达式中 做计算去用 它的变量 你就记住一点 值是不能发生变化的 才叫常量 然后它不能随意被释放 这是它最重要的一点特性 另外 还有一点 要注意 第二个 如果常量 没有声明 则 常量名称 在使用时 会 自动 转为 字符串 常量名称 在使用时 如果常量 怎么的 没有声明 我就用 制定用的一个常量名 会自动转为字符串 比如说 我这话 我现在不加10了 看一下 我把这两条鱼串 我接下来就去掉 现在我声明这个root 唯一一个常量 对不对 输出的值 是不是 对吧 那我现在 刷新一下 是不是 但是如果我现在 没有声明这个常量 系统里边有这个常量吗 没有这个常量 那没有这个常量 你看一下 什么结果 是不是就输出 然后出现一个警告 但是这个注意 注意这个错误的级别 后边咱们会讲一些错误的处理级别 是完全能的 完全可以 你忽略的 所以不用说 说这是出个错误 那如果你这么做 简单 在上面加上 EROR 四大华线 REPURTID REPORT 错误报告级别 让它报告 所有的错误 但是呢 除了 除了错误 除了注意 注意是一个 就是 这个东西怎么做呢 相当于比如说 手破了点皮 对吧 这啥就破皮吧 就手比如说 一个小伤口 对不对 对你的生活 是完全没有影响的 所以是完全可以忽略的 你看这样的话 就不会怎么办 就不会有这个错误提示 对吧 那这个什么 常量名称 就会转成什么 转成字符串 对吧 转成字符串使用 那我都说了 那这样的话 咱们在用的时候 以后会尽量放上 这样的情况 那我直接声明这个 不加单眼号 这不也可以吗 这是字符串 对不对 对吧 加上单眼号 双眼号 这都是字符串 对不对 不加这不也是字符串吗 是不是这个问题 有这个问题吧 对不对 但是 如果你不加单眼号 和双眼号 声明的字符串 就知道吗 然后 你用常量名称 这种转换的 常量还没有声明的 它会转成字符串 这个转换过程 会比直接声明 入的字符串 效率要慢八倍 就有官方统计的 八倍以上 对 所以呢 建议大家 只要使用字符串 就用单眼号 算号声明 而不要用常量名称 去转换 那点 没得清楚了吧 大家也需要注意这个细节 这节课咱们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什么是常量 常量的一个简单的声明 好吧 那下节课咱们具体介绍一下 常量的一些 更具体的一些细节 好吧 谢谢大家 那咱们这节课就到这里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